就在这个月初 此间已经返港近6个月的辽宁舰率队出海 原本以为这不过是海军航母的又一次例行训练 不过 辽宁舰起航后的一系列行动逐渐令人们意识到 这次辽宁舰前往西台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 相比于过去的远海训练意义更加重大 从20天来的表现看 辽宁舰编队的实战化演训确实非常出色 尤其是前所未有的高频次舰载机起降 展示了整个编队联合作战的极高水平 也许在日后回顾国产航母发展实施 此次辽宁舰出海训练 能够于1988年下水 2002年抵达大连港 2012年服役 2016年首次形成战斗力等一样 成为中国海军航母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事实上 此次辽宁舰前出西台 面对美国海军两艘10万吨级航母 两艘4.5万吨级两栖攻击舰 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2.7万吨直升机航母 稳健 沉着 犀利的表现 已经达成了国产航母前所未有的新成就 辽宁舰此次出海行动中 首先引起外界关注的 是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编队构成 在此之前 辽宁舰编队除了101南昌舰和901护轮湖舰属于固定成员 其他通常只编配34艘052D和054A随形 但此次却出乎意料地编入了三艘052D 最后就连开始随形的054A也离开了编队 在前面的文章中 笔者已经分析了海军多艘新批次052D现身大连船场的消息 也论证了海军航母编队对于052D的迫切需求 实际上 海军基于建设远洋海军的战略需求以及航母编队的编组需要 对于052D的需求量还有很大缺口 随着052DL和海质20反潜机的批量负益 以及一坑四弹垂直发射技术的成熟 054A曾经引以为傲的反潜和中距防空能力 已经完全被052DDL取代 在海军看来 054A即便进入航母编队 也只能是外围清扫水面和水下障碍物的打杂选手 在可预见的将来 054A将更多地成为舰海编队的核心战力 如果说未来航母编队的过程 还是比较明朗的话 那么接下来辽宁舰的表现 每时每刻都吸引了外界的关注 根据日本海军伴随跟踪的统计 辽宁号航母舰载记载前期的 十余天时间起降200架次以上 而在此之前 辽宁舰外出训练之时 兼15起降架次从未有过具体报道或统计 甚至国外军情机构对此也非常茫然 毕竟对于航母来说 舰载战斗机起降频次是衡量航母综合战力的关键指标 包括美军在内的海上强国 对于中国海军航母的这一性能很感兴趣 由于中国海军航母起步较晚 辽宁舰和山东舰又都属于华越起飞航母 这方面的性能与美国核动力航母存在不小的差距 为此 中国海军在此前的十余年前 对航母这一能力汇目如深 从未正面发布相关消息 辽宁舰上的歼15战斗机在10天时间里起降200多架次 虽然与美国航母每天可达120架次的起降频率差距明显 但后者毕竟是美国海军数十年航母操作经验和海量资源投入 积累的成果 而辽宁舰仍是服役不足十年的华越航母 这份成绩在美国海军大甲板航母面前确实还有很大差距 但在全球范围内却也仅次于美国和法国航母 无论是搭载美之F35B隐身战斗机 开创双舰导设计 燃气轮机动力的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 还是俄罗斯海军库茨涅佐夫号航母 印度维克纳瓦地亚号航母 目前都没有这种水平的起降能力 当然 法国4万吨几代高了号航母 由于使用了核动力以及美国弹射器和拦阻系统 因此也具备每日75架次的起降能力 实际上 10天200架次的起降 显然并不是辽宁号的全部能力 根据外界估计 辽宁舰上尖15的每日起降频次可达50架次以上 确实已经非常可观 第三个亮点 要算与轰6J轰炸机的联合演练 以往辽宁舰编队的原汉演训 通常局限在编队内部 包括舰机 舰舰系统等 而舰机联合训练 也都是尖15战斗机与G18Y预警直升机 G8JF直升机 G9S搜救直升机 以及驱护舰搭载的G9C反潜直升机进行的综合科目演练 这些舰载机原本就是作为预定的航空战斗单位 在持续不断的磨合之下 彼此之间的配合也日趋成熟 但是 由于指挥体系 装备隶属 海空环境的不同 陆基的殲16 殲10C等战斗机与航母编队的协同演练更为繁杂和困难 但换作轰6KJ这种航程超过6000千米的轰炸机 复原海与辽宁舰会合却似乎容易得多 5月18日 日本媒体发表消息称 中国海军两架轰6J 以挂载一件电子吊舱和两枚英机12的实战姿态 沿着辽宁舰轨迹穿越宫古海峡 向西太平洋海域飞去 并在完成与辽宁舰编队的远程联合训练后 沿原路返回 这是首次发现我军航母与轰炸机远海联合训练 至于具体训练内容 外界有两种猜测 一是两架轰6J协在英机12 将辽宁舰作为模拟目标 验证其真实反航母水平 二是轰6J与辽宁舰编队互相配合 组合成为海空一体化的反航母体系 通过联合训练将这种全新战术模式付出时间 就目前官方发布的消息 很难判断哪一种猜测更接近事实 但毫无疑问的是 两架轰6J的出动 是对之前美国空军两架逼无量小时 轰炸机在我近海海域活动的直接反应 同时也印证了我联合反航母作战体系 已经达到了新的水平 第四个两点 应该在于后续四艘军舰的支援 此次辽宁舰编队出行时 共有八艘舰艇 在海军航母编队中属于前所为有的规模 但由于辽宁舰活动的海域形式较为复杂 每日等过从水面 水下和空中高频度侦察更重 加之编队中的部分舰艇中途离开 因此海军也为辽宁舰编队 补充了一批支援力量 并且这种支援方式也堪称前所为舰 5月19日官方媒体发布公报称 由052D型苏州舰 054A型南通舰和903A型超护舰组成的 第41批护航编队 启航前往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然而不久之后却传来了这三艘军舰 也随着辽宁舰编队轨迹 从宫古海峡南下的消息 另据日本媒体在19日报道 我国海军795情报侦察船非常罕见的 从西太平洋海域经大禹海峡返回东海 由于大禹海峡距离日本种子岛只有约100公里 因此立刻在日本国内引发震动 显然像这样多种舰行 数量规模的舰艇会聚在这一海域 意味着辽宁舰编队能够随时获得周边水面舰艇的支援 事实上 795情报侦察船驶过的大禹海峡地位非常关键 正是日本九州岛的最南部 虽然这只是一艘不具备作战能力的辅助类舰艇 但仍然对日本国内舆论造成了极大刺激 后者出动了大量水面舰艇和空中巡逻机前往跟踪监视 甚至一直没有间断跟踪的辽宁舰 也在795情报侦察船现身后被抛在了一旁 日本境内的震动与航空可见一斑 实际上 最近十余年来 宫国海峡早已成为我国海军 进入西太平洋腹地的主要通道之一 日本方面对于中国海军穿行此地的态度 也随着我海军行动的日益频繁而变得愈发冷静 因此 日本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适应了我国海军军舰在公固海峡 大鱼海峡 对马海峡等地的正常活动 而且 第41次护航编队的行动轨迹 也是自2008年首次实施以来的第一次 准确地说 之前有北海 东海舰队派遣的护航编队 都誓言近海航线一路南下 然后经南海进入印度洋 而此次第41批护航编队向东航行穿越公固海峡 确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不仅令日颇为震惊的本海上自卫队再一次疲于奔命 也引发了外界种种猜测 目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这三艘军舰是在担负护航任务的同时 顺带前往相关海域 为辽宁舰编队提供支援 事实上 这种观点也很快得到了证实 第五个亮点 就是配合反舰弹道导弹的演习 在辽宁舰出海后不久的5月7日到9日 实际上就已经在相关海域出现了一场联合军事演习 在官方报道中 还非常罕见地出现了长岛部队这种罕见的描述 事后 外界推测这应该是装备东风26 东风21D陆机反舰弹道导弹部队 而辽宁舰在演习中承担的任务 或许就是与这两种导弹配合 甚至就是用来模拟导弹的目标吧 无论具体情形如何 辽宁舰与长岛部队的联合演练 显然涉及的层面很高 指挥协调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战役战区级层次 本质上都是测试水平更高 范围更广 战力更强的反航母作战体系 另外 正当三艘护航军舰穿越宫古海峡的19日 国内官方发布公告称 将在南海海域进行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军事训练 也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目前舆论最关注的两点 以使辽宁舰是否会参与这场演习 二是东风26 东风21D甚至最新的小甜甜英纪20亿 是否会参与并进行实弹试射 目前看 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毕竟周边局势不容乐观 包括英计20亿在内的新锐导弹 也需要通过一场酣畅淋漓的展示来表达态度 至于辽宁舰就很难说了 毕竟航母编队此时可以参与的任务实在太多 比如 在反舰弹导弹支援下 完成对空 对底支援 与075两气攻击舰甚至是驱护编队遥降呼应 完成有海道路的作战任务 唯一可以确信的是 辽宁舰的实际战斗力 会在持续的演练中进一步强化和提升 不知不觉间 辽宁舰已经服役了10个年头 尤其自2016年12月编队打靶形成战斗力以来 辽宁舰每年都会出海训练 但此次辽宁舰出海训练已超过20天 已经是过去常规训练是长了三倍 如果再考虑到此次辽宁舰编队先后开展的最大编队训练 战机高频次起将 与轰6G联合演练 参与长岛部队演练等一系列新突破 实际上已经可以将此次辽宁舰出海 是为其服役生涯中第一次尝试舰海上巡航 虽然说这次巡航的范围和时间 还无法与美国海军和动力航母打击群相比 但对于航母运作经验不足 缺乏海外军事基地 也没有全球巡航需求的中国海军而言 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行动了 由于海军002型山东舰从4月起 返回大连进行维护升级 辽宁舰编队时期就是中国海军当前最强大的海上力量 而山东舰的维护升级 返回后必然意味着战斗力在上一个台阶 另外 期待已久的国产003型航母 一季在两个月时间里就会传来好消息 届时 海军将进入空前的三航母时代 此次辽宁舰前所未有的高强度 多样式训练 积累形成的经验 也将为中国航母探索更丰富 更高效的战术战法 为中国海军进一步走向蔚蓝大洋奠定监视基础 再次继续